昨天身穿黄色球衣的山东女排第一局赢得很轻松 听发球破坏对方遗传 同时强攻也很到位 广东女排接发球失误较多 而且打法简单 缺少变化 25比16 山东女排拿下了首局 第二局 广东女排利用发球冲击山东女排的接发球 屡屡奏效 而山东女排则出现接发球的失误 25比21 广东女排赢了第二局 双方打成1比1 接着第三 第四局 山东与广东继续争风相对 两局比分分别是25比20 21比25 四局下来两支队伍打成了2比2平 到了决胜局 拥有王涵玉 梅孝涵和王孟杰等三位国手的山东女排 整体攻防实力略胜一筹 他们牢牢控制住场上的节奏和主动 最终以15比5的大分差赢下了决胜局 结束了这场一波三球的比赛 现在打了这份上了吧 在很难讲了 因为不光是体力上的疲劳 精神上也疲劳 所以说的 他们的关注度 注意力 体力上 所以说今天球打得不是太好看 两边都是出现这种情况 起伏性很大 失误很多 所以说现在怎么要提高大家的注意力 还有两场球很关键的都是强队 我们争取利用两场球打出自己的水平 我觉得我们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开局的这种准备 包括主动攻击 赢完一局 大比分赢完以后 稍微有一些基于求成了 就是有点 包括自身的失误开始偏多了 反而对方也调整一下 我觉得是有一些起伏的 这个比赛当中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走向成熟 把这些避免这些无谓的 这些失误 自私 这块我们要控制好